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亲身体验和感受 同时也给我们的其他车主呢 做一个参考 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呢 我现在开的一个X3 是宝马的X3 对 宝马X3 对 这个当时为什么要想到买这款车型呢 当时因为我之前开的一个日常的销客 销客就觉得太小了 年数有点久了 考虑到生了个二娃 就觉得车子安全系数不够 当时对标的 比如说X3对标的车型很多呀 比如说什么奥迪Q5啊 还有奔驰GLC啊 还有这个沃尔沃X60呢 还有这个路虎的机关啊 当时就买的X3嘛 X3因为我老婆比较喜欢 我老婆比较喜欢 我也就买了X3 当时车牌都选择我的老婆生日 做的一个车牌 就是这样 为什么没选择那个路虎极光呢 当时我有几个朋友 他也买了那个路虎的极光 总体来说性价比不是太高 调价 就是调价也调得比较快 然后那个车空间比较小 开了6年之后 你感觉怎么样 整体来说这个车到现在 没有任何毛病 我开的用的 是没有大的毛病还是没有 大的毛病小的毛病都没有 我觉得外观也不过10 油耗也比较好 至少说这几年开始下来 对我使用过来 对我没有造成太大的困扰 如果给爱吃打分 你会打多少分 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呢 开的宝马车 是哪一款车型 是宝马X5 宝马X5 对 当时为什么想到买这款车型呢 因为这款车 说实在话 我感觉还可以 因为以前我买的是那个 雷露车嘛 雷露车这个 肯定比这个宝马车好啊 加上这个是运动版的 开气很舒适 开了这个车一年时间呢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还是可以啊 包括我们都云南那边去旅游嘛 开这个车感觉很舒适 很爽 这款车在空间油耗 操控简震方面 你感觉怎么样 都还可以 都已经里面很宽敞嘛 这款车型是2.0T还是3.0T的 3.0T的 3.0T的 对对对 油耗在11升左右 对对对 对它的发动机你了解吗 说实在话 对于开车我开了接近20年 但是发动机的话 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如果是给你的爱车打分 100分你会打多少分 298分嘛 现在你开什么车 Model X Tesla 这款车型是新的原车型啊 对 什么时候买的呀 18年 为什么选择这个新的原车呀 因为当时想到环保嘛 而且在以后趋势电动也是一个趋势嘛 但是充电不太方便啊 对就是充电还好 还有现在要比以前多了 而且国家电网的也可以充电现在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续航这个 他说是500多公里 其实只能跑400多公里吧 就是这个时候有时候跑长途啊 心里还是有点焦虑 不过现在要好多了很多充电桩越来越多 而且很多电桩也越修越多 高速公路上到湖北那条线 每个湖北区都有充电桩 在这两年时间使用过程当中呢 你觉得他这个满意的和不满意的地方有哪些呢 满意的地方是他比较智能化 而且是对安全速度还是比较高的 周边大概多少米以后 他会提示你安全 如果前面车踩刹车 你没有踩刹车 他会提醒你前面有障碍 还有减速比较快 你自动不用踩刹车 他自动就把速度减下来了 对于这款车大家都说了 新能源电池这个因为现在新能源车辆不太成熟 所以呢他那个电池的损耗比较大 用了两三年过后他的损耗 那可能400公里可能都跑不了了 你是怎么认为的呀 没这么夸张 但是这个消耗还是比较大 就是如果说以后在我们出电动车 我想把这个续航的事情解决下 那电动车就更完美了 那对于他的这个外观内饰空间 你是怎么这个认为的 外是还可以 外观 外观还可以 其他方面都还可以 类似呢 类似还是比较宽大的 这个是六座的车 如果是五座的车 它空间会更大 后备箱会大 而且电动车还有一个优势 它前备箱后备箱 可以多装一点东西 对我们家庭小孩 肯定是东西出门的东西比较多 在智能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智能公司我只碰到 只碰到一次黑屏 其他但是一会就恢复了 去设施店问了没有 什么样的原因 我没有问 因为它重启就给手机电脑 它都有突然死机了一下 就重启一下就好 就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就是只有一次黑屏 对 突然黑屏 但是还是能开 只是说突然黑屏 就觉得好像不安全 就是四周 平时它的摄像头比较多 就四周有16个摄像头 突然就觉得有点不安全 但是它一会重启以后 它就可以了 到现在为止再出现过没有 没有 给你的爱车打分的话 你会打多少分呢 90分 还有10分差距是什么 就是续航 这里是车主有话说 通过今天我们对豪车车主的采访 也了解到他们对自己爱车的使用 和保养的一些新的体会 如果是想参与我们车主有话说 节目的朋友 可以拨到我们屏幕下方的 任性电话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节目会给很多的车主朋友们 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参与